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我现在所从事的项目 所占这个位置 不可能说 我在众多的同行当中 我属于幸运的 那么要是别的教练在我这个位置上 也许做的比我还更好 因为中华武术博大精神 它这个自身的一种魅力 比如说它动作的魅力 对吧 它的语言是动作 是一种行为 它不是用嘴来说的 它本身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一种魅力 它这种肢体语言的美 要超过你真正用语言来表达内容 所以我想就是说 我现在可能要站着这个位置 对于队员对我服从 是一个更重要的位置 我和队员相处 队员都认为他尊重的不单单是我的人 而更尊重的是武术 散打的这么一个项目 那么再加上就是说 从做人类方面来讲 我的老师从小就叫我 舍得 我别人我不敢说 从我带训练 带队伍到现在 应该说 我对队员的付出 超过我自己的家人 为什么 因为朝夕相处啊 每天在一起啊 我必须把他这个 材料要做成一件艺术品 那么我每天面对着他 我得去找他的错误 找他的问题 总的来讲 我们反正是处得比较融洽 那这里边我觉得没有什么诀窍 我是个教练员 本身教练员老师 在运动员心目中 行情就很好 那么自己如果除非那些 把自己不当教练员 把自己看得很低的人 除非你人品有问题的人 你如果是个正常的人 你是一个向上的人 你都会利用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老师 你就是个教练员的身份 这个身份 会是病院的背景最重要的 我们这有这么一个您的数据啊 资料 在1999年呢 您获得了国家体育总局 颁发的国家体育运动奖章 在 而且这奖章是获得过三次 03年呢 被国务院又受一个突出贡献专家 这么一个荣誉 在这些一系列的荣誉面前呢 你今天得到了以后 你又怎么再看待这个荣誉 走下领奖台 一切得从零开始 你今天是个圣者 明天也许 现在队员下来 你就不是圣者了 所以我觉得 就我的老师啊 赵老师也对我来讲 就是说 经常教导我说 你啊 面对这些名誉啊 你一定要冷静 其实你一细想想 这些荣誉谁给你的 是我们所有的体育工作者 那么多知识给你的 国家给你的 那你又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你是国家培养起来的 你没有国家的军队 没有那个荣誉 你没有今天 没有国家开办的学校 你没有学到那么知识 你就不会有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 所以是国家给予了你一切 你回报国家是应该的 奥运会之后 你的目标又是什么 或者今后有什么打算 奥运会之后对我来讲 人生可能又是一个 我就是念了一个十字路口 那在正常的情况下 我应该是继续去研究 去学习 我们的路还没走完 因为我们的武术要走进奥运会 还有一段慢大的路 我也想和我的所有的武术界的朋友们一起 继续奋斗 增许早一点 使我们的武术真正的走进奥运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一个民间武师到国字号的教练 如此大的跨度似乎有点让人看不懂 然而正是中华武术的精髓武德 造就了张根学这样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 在这个奥运会下来